你知道拳館的 拳館對你有Feel的教練一定會先教你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嘖 追劇不小心錯過了一段時間 沒問題 很想知道後續劇情 都沒問題 劇透師蕭廢勇 子欣為你回顧劇集精華 中神預測劇情走向 劇海明燈 歡迎收看劇海明燈 我是你們的劇透師蕭先生 我是你們的劇透師子欣 好,我知道你想見我,有什麼事 最近J2想見你 真的很好看 所以就唱歌吧 我知道,我以為你想見我 因為我整個洞在這裡 當然了,必須 當然 J2想見你,你有看 翡翠台的愛情動作片 你有看嗎 這個一定不能錯過 你說你的前老婆 卓拿BB在窗上飛出去 那個動作真的很激烈 我一定要留意 是嗎 你說《那些我愛過的人》 我當然有看 既然你有看 我交給你和大家重溫 上星期 《那些我愛過的人》的精彩劇情 連絲也兒竟然暈倒了 然後毫無先兆地躺在地上 然後馬冠東當然攬住他 然後拯救他 一男一女,乾柴烈火 還沒有拖魄 暈倒了,當然要看醫生 然後醫生發現了 連絲也有肝有事 肝有事就要更換肝 暫時嘉,誰找到乾療換 幸好… 幸好?幸好是甚麼 幸好她有姐姐叫黃翠魚 但又是這樣 兩姐妹不和 又要錯中複雜又這樣那樣 然後姐姐說捐乾給妹妹妹 妹妹又不讓她去情,那就糟糕了 怎樣糟糕了? 這樣才有戲做 也不糟糕了 不枉你跟蹤我半年 這樣才有戲做,是對的 就是要攪拌完一大餐 大龍鳳做完了 那兩姐妹的關係就破兵了 劇集一下大主線 是嗎?我知道 這個我肯定猜得對 連絲也和馬冠東一定會一起 我偏偏覺得不會 為甚麼? 我覺得做完給你看的耳環齒真 反而不會是真的 但已經做得出面了 一個暈倒一個扶著她 那麼多肢體接觸 還不是有感情嗎? 每個人有肢體接觸 就在一起更得了 那一開始感情開始 都是肢體接觸一下 然後再說說話 不要太開放了 再肢體接觸一下 再說說話 每樣都做了才談 當然了,你沒有行動 又如何有下一步呢? 對嗎? 很開放,你的角色很像 好像劇中另一個角色一樣 好,待會兒告訴你誰 不過這樣我反而覺得 翠如BB就會… 覺得馬冠東這個古醫生 可以吃一杯 翠如BB和馬冠東一起? 不可能 那文龍呢? 文龍去了哪裡? 就扔下龍爺 他應該和龍爺一起 龍爺還有Yoyo 很開放的角色 你想想,他上拳骨也穿得那麼性感 對嗎? 怎麼會留意不到他 而他的性格 就像你剛才說的 做了才談的 原來是 愛情是做的,不是說的 完全是貼…很貼合 我明白了 那怎麼會不中招呢?龍爺 但是如果他喜歡照的話 他就不會親手教翠如BB 你知道拳館的 拳館對你有感覺的教練 他一定會先教你 別問我為什麼知道 好,就是這樣 年輕人,你實在太年輕了 對 拳館來說 我要拳館的話 我當然要向你… 旁邊的入手,兔鳥 又好像對 魚夢初成,你別想見你了 音勁… 先聽電話,你好,你是… 你好,我叫Tony 你好,Tony 你好 你好,我想問一下 那套劇 哪些我愛過的人 為何瞞館到那個角色 這次美國那套 The Good Doctor 其實是否抄襲那套劇 有一個角色而已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每次都說別人抄襲 那莫非… 如果你說美劇 拍了一套警匪片 難道又抄襲我們的學景洪森 對吧 又不可以這麼說 對,有空看外國醫生 看本地那些也開心 對 只不過我可以說 因為兩個角色 都還了這個… 阿士寶嘉靖 沒錯 然後不是聽電話 因為我們在網上 有人留言 這個… 阿士寶嘉靖 他問 甚麼時候劇透 那些我愛過的人 是否很久 這個訊息 我想問楊卓 為何可以在車上 飛出來 剛才你那套 對,要飛那麼遠 飛得那麼遠 基本上 可能他早幾個星期留 我們已經在劇透 那些我愛過的人 對 至於楊卓 飛出那套車 你說吧 為何要飛出來那麼遠 為何可以飛得那麼遠 為何要飛得那麼遠 就要問那套車 那套是甚麼車型號 以撞擊力來說 這其實是一個… 教大家 原來我們駕駛時 有這個安全的引環 我看完之後 都立刻心都怯一怯 對 你總結了嗎 總結完了嗎 對 他問我為何… 你總結完了嗎 為何要飛那麼遠 好,大家忘記剛才的一分鐘 因為甚麼都沒聽過 好,其實很簡單 我只想解答Kid英娘 是 其實卓拿不算飛得那麼遠 如果我們回顧黃金有罪 是 是沒有人贏得姚子玲 那一刻零空飛彈那麼遠 亦不會破到關禮傑哥哥 跳到對面樓的距離 所以這算是很合理的 對 充力全然很合理 沒錯 可以了 對嗎 我不會再給你一分鐘的解釋 好 好,今天劇海明燈的節目時間 又告一段了 對,如果有甚麼問題 記得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下集再跟你解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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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onaut 我們在吃的 要是 溫迦 可以 認為